卫生部透露计划下个月提成新法案 修法管制所有香烟产品 包括向电子烟征税之后 财政部今天就宣布 电子烟业者尤其是生产函 尼古丁业体或烟油凝胶的本地制造商 必须在这个月内向皇家关税局登记 财政部今天发文告知出 只要在4月30号之前登记 制造商就可以避免因为延迟登记 而被罚款 财政部文告指出 2023年国产税修正法令颁布的线报列明 从4月1号起 用于电子烟含有尼古丁的液体或凝胶 每毫升被征税40仙 在1976年 国产税法令下的执照登记事务 可通过MyExecise系统完成 只要提前注册 就能够确保行业全面合规 并保证在今年5月的征税顺利进行 财政部指出 国产税上入之后 政府将继续确保所有条规 以及关税局对韩国产税商品的监管 获得提升 以避免国家收入出现纰漏 而国产税的半数收入将发放给财政部 以提升国内的卫生服务素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